花蓮铁道文化园区去年在一二馆福定路连三晚风街举办 铁道纳梁露天观影会 而今年再度登场 尽管第一天下着雨 还是吸引到不少民众风雨无阻前来享受户外观影的体验乐趣 同时园区也举办铁道纳梁市集 超过数十个摊位齐聚 加上音乐人接力表演 为花蓮铁道园区五六日三天注入新的感受与活力 这个周末花蓮毫不热闹 是去年首次攜手Skyline Field屋顶电影院 将花蓮铁道文化园区一二馆的福定路风街 举办铁道纳梁露天观影会 今年10月20至22日再度登场 即使第一晚下着雨 不少民众风雨无阻 体验坐躺在花蓮街道 戴上耳机沉浸电影世界 主要是因为以前这边所谓的铁道一馆跟铁道二馆 其实它是包含整个花蓮铁道文化园区的全貌 可是因为真正还很重要的是 我们这次还在福定路中间办了铁道观影会 那因为以前的福定路是火车经过的一个铁之路 所以它表示说我们用这整个园区 跟大家呈现一个完整的花蓮铁道文化园区的样貌 所以我们在这20、21跟22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把这整个园区的全景打开 包含铁道一馆 然后福定路跟铁道二馆 那在这三个地方各别会有纳梁市集 然后夜间观影会和演唱 就是八场的演唱活动 那纳梁市集的话就是我们邀请了很多花蓮在地知名的一些店家 跟一些很有趣的手作的摊主他们会过来 那有关于电影的部分呢 是20、21、22这三天的晚上 7点开始会有各自的电影播放 然后还有八场的表演节目的团体 会分别在铁道一馆跟铁道二馆这边分别举行 汽车总动员三疯狂卖私愤怒道到东方快车谋杀案 同时举办铁道纳粮市集 数十个摊位 有复古古早味的美食 还有小农青石以及手作工艺摊位 并邀请多组音乐人轮番带来精彩歌舞表演 另外还有工作坊体验 邀请相亲走进铁道旧站所在 感受过去火车行进的铁轨记忆 记者蒋方燕华远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